我们邀请荣获2011年亚太感染管制学会守护卫生 Asia Pacific Hand Hygiene Excellence Award 以开发国家组冠军的台大医院团队 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请台大医院团队为我们宣告医疗照顾中重要的五个洗手时机 我是台大医院护卫生 我在监视病之前会洗手 我是台大医院感染科医师 我在执行清洁无菌寄宿前会洗手 我是感染管制护理师 我在部处病人血体液风险后会洗手 我是感染管制护理师 我在接触病人后会洗手 我是台大医院实习医学生 我会在接触病人作为环境后洗手 感染科医疾也象征了 今天5月5日守护卫生的传承开始 非常感谢台大医院团队为我们提醒医疗照顾中重要的五个洗手时机 接下来同样由台大医院团队代表医疗机构开始 目前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机构响应 现在为推动医疗照顾工作人员落实手 关于手部卫生执行的重点就是洗手旅食机 包括接触病人前 执行清洁无菌技术前 附入病人权益提议风险后 接触病人后 接触病人的中招环境后 不论是该洗手还是新洗手 都应该以七步骤来正确洗手 20至30秒 洗手的步骤为 内外夹风大地丸 我们期待经由这次活动 手部卫生的推广能在未来成为一种习惯 进而能有效降低机构内医疗照顾相关感染的发生 洗手接力完成 台大音乐 支持手部卫生接力活动 并提供安全双手 接近照顾 I provide clean care 再次谢谢大家 支持手部卫生 我们再次谢谢大家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